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盘棋呢是下午两点在中国棋院进行 这个是比赛开始时的画面 裁判长是刘金宣布赛前的一些纪律 还有我们本次农心杯的用时规则 每方一个小时60秒一次 江东润是89年出生 今年24岁了 小范96年8月 对 其实前两年在我们看来 江东润是不折不扣的这个后背棋手啊 年轻棋手 现在坐在他面前居然也是一位比他小七岁的一个棋手啊 而且呢 这个小七岁的棋手很不好对付 是啊 两个人同是世界冠军 江东润呢 是09年富士通杯的冠军 小范是新科 也就是今年英式杯的冠军 对 江东润09年拿冠军的时候是20岁 已经很年轻了 对 但这个记录是 没有更 没有最年轻 只有更年轻啊 这记录早早的就是被小范给破了 其实在此之前也很多人把他这个记录破掉了 嗯 对 嗯 江东润长胖了一点好像 对 江东润呢 对于农心杯来讲 其实还是一位老将 因为他在08年的时候 农心杯的舞台上 他就已经取得了五连胜 哦 不仅是老将 也是一位汉将啊 看来是 是 而且在前面的14届农心杯上 韩国队呢 一直成绩非常的棒 嗯 获得了11届的冠军 中国队获得两届 日本获得一届冠军 这事还真的是挺奇怪的 其实按说这几年 中国的这个成绩啊 在这个个人比赛上的成绩 已经全面超越韩国了 哦 那么 唯独就是在这一项比赛上 我们还没有说真正的 全面超越 连续几年都是我们赢啊 好像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啊 这也是挺奇怪的事 你说团体赛团体赛 虽然惯以团体这两个字 但棋还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去下的 其实我就棋手的这种经历来看 我没觉得这个所谓的团体赛啊 尤其像这种擂台性质的这种 这种团体赛 就是跟个人的比赛有什么太大区别 我我真没感觉出来 我想可能是棋手的一种责任和压力吧 嗯 作为个人赛来讲呢 输赢都是我自己的事 可是团体赛 我想肩负着一个整队的荣誉 可能下起来比赛应该压力会很大 嗯 那王老师您应该也下过这种团体赛吧 比如说维加联赛 这个压力怎么说呢 这个压力主要还是来自于 自己的实力够不够不强 其实你不管是一个人下 还是四个人下 还是更多人下 就是棋的规则是一样的 就是压力呢 是自己给自己增加的一些东西 如果能调整好了 或者把这种压力 变化成平时训练的一种动力 我觉得真正在比赛的时候 这个差距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棋还是棋嘛 有些东西是横定不变的 嗯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番棋 小贩猜过签以后直黑 黑棋 嗯 白棋小木 嗯 小木 今天是以四个小木开棋 嗯 这个第四个占小木 其实相对少见 一般来说啊 其实我蛮喜欢下这样的一个棋的 我下黑下白都经常下 在我的队局中 或者说我看其他棋手队局中的时候 或者第四手棋 白棋站脚站那个腥位是 多一点 这个有道理的 站腥位实际上有道理的 因为其实不管你站哪个脚 嗯 黑棋下一手挂脚肯定是要挂的 对 那么白棋 普通的硬尖一个 尖一个之后呢 就产生了两个好点 啊 一个是手脚 一个是挂脚 对 对于黑棋来说呢 这个 这个和这个都很大 或者拆在这里 这两点都很大 啊 那么黑棋不管走哪个 白棋就走另外一个 比如说黑棋如果小飞 白棋就挂这个脚 黑棋如果拆的话 白棋就挂这个 这两个都有 那么白棋这个腥位跟小木会产生出什么一个大的差异呢 就是如果在腥位的时候 我们刚才提了一句 呃 当白棋小肩之后有两个好点出现 啊 那么当白棋这个棋变成小木的时候 黑棋如果一手脚 那么底下紧接着又变成两个好点 或者说我们从这一步算起 原来的两个好点变成三个好点了 这样的话 其实就我感觉对白棋不划算 哦 不划算 因为白 黑棋很容易选择了 现在黑棋基本上会选择这个点 选择完了以后 可以这个挂脚和这个拆棋 这都是很好的点 感觉黑棋更容易选择一点 其实在此之前啊 我倒是觉得小木也比较好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想一人两个脚 如果黑棋手脚 我手一个 他手一个 我手一个 那不然的话 我如果是欣慰 那如果一人手一个脚 岂不是黑棋手了两个小木脚 我只能手了一个 这个算数要好好再学一学 你看这样你手一个 我手一个 你只看这四手脚 觉得很划算 我是说这样 如果他如果又手一个 我又手一个 我说一人手了两个脚 如果我是欣慰的话 他就手了两个脚 我只能手一个小木脚 是这个意思 说实话 我没太听明白你的理论 因为黑棋已经挂到这个了 黑棋已经挂到这个了 那现在黑棋手一个 白棋手一个 黑棋手一个 现在明显是2比1嘛 对 是 您说的是 假如说黑棋的第五手 是挂脚的情况下 我说如果黑棋是手脚的话 他已经挂了呀 问题是 他第五手他已经挂了呀 但是下这手棋的时候 那我刚才不是有个前提吗 就是不管你下哪 黑棋肯定会挂脚 像这样的 这个都是必然的一手吗 像这样的对小木 难道老师没教过你吗 这个肯定是要挂的 对呀 这个咱们应该从小都学过吧 对小木肯定是要先挂脚的 没有理由去手这个 没有理由去手这个 所以不管你站哪个 他都会走这个 还有一个道理是 当黑棋这样下完了之后 黑棋这个已经挂到了 所以黑棋现在这手棋 也很好选择了 黑棋也就不拆了 黑棋也继续手 因为他很容易判断 做一个判断 我这个脚我挂到了 然后这边的脚我手到了 就是黑棋的先兆效率 得以确保 得以确保 所以说 感觉啊 白棋实弹 其实选择的这个小肥 小肥跟肩 差别不是特别的大 但总感觉下成这样的话 黑棋是没有 没有不满意的地方 这样的话 黑棋是手刀两个脚 所以这手棋比较少见 这个小木比较少见 总感觉布局有不满的地方 对 在以前好像我记得 我打谱的时候 有过棋手喜欢乱战的时候 有挂脚的时候 白棋也选择挂脚 就是一上来 就直接反挂是吗 天花烂坠的所有的脚全都挂上了 那样的话其实也是腥味好 也是腥味好吗 腥味因为他 就是不让对手挂脚挂的这么舒服 还是那边既然作战了以后 这边就把棋子位置走得更高一点 是有好处的 这个好处都是宏观上的 然后黑棋手这个脚 对 应该这种手的这样 黑棋还是比较满意的 白棋尖顶 这个尖顶呢 反正总是不如能直接手脚好 因为黑棋这个子是有活力的 永远都有活力 到后来我们看 就是好像被压缩的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还是有活力 然后拆这个 对 我觉得这个 差不多大 这个不是说著名的大厂吗 这个和这个哪个大 真的难判断 你这个问题难判断 但是作为白棋来说 白棋契合走这个 就是白棋他的心态是 虽然我不能手脚 手得这么舒服 但是我也相当于手一个脚 但是我走这个 我起码局部形成三打一 跟这个手脚的手术的这么一个效率是差不多的 客观上说 确实被黑棋已经稍微便宜一点了 就是被挂着一下啊 比你直接手脚 黑棋已经稍微便宜一点了 但是作为白棋来说 他不坚顶 他心情 心有不甘啊 这个地方 还是要走一个 但是呢 你刚才那个问的那个问题 我确实不好回答 就是这个大厂确实也很大 对啊 我觉得这是教科书上的大厂 比这三条边都要大很多 这个大厂 还看到这个大厂呢 实际上我想起一个故事来 就是我呢 经常用这个局面的这五手棋啊 为很多不懂为奇的爱好者 去讲解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呢 就是用一个词来涵盖 就是平衡 或者中庸 就是我经常来给大家 就是这个 这些接受我这种熏陶的朋友 可能不怎么会下围棋 我跟他们讲 围棋是要讲平衡的 什么叫平衡呢 就是所谓 往前一路则过 往回一路则守 这个不好 那么什么是恰当的呢 就是你看 我跟他们说 我说拆过来一路 你只给对手留了四个空格 你自己非要六个 这个是过了 如果你只要自己 你只要四个呢 那对手走完了以后 对手也有四个 这个又 你先装效率又没体现 这个又太守了 所以呢 你占五个 你这样五个 同时给他留下三个 这个是比较合适的 就是实际上 为什么叫中庸啊 什么叫平衡啊 就是拿这样的一个形状 左右同行的一个形状 来解释 很多人一听 就是容易比较直观的 去理解围棋的这种 和自然的这种和谐的道理 但是这种东西呢 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 我觉得像这个形状 往往出现在于 就是我们意想出来的局面 在实战中 其实我很少碰见这样的局面 在实战中 你比如说 如果没有这片面的一些东西啊 人家手脚的时候 如果这个子是白棋的 那么如果手脚的时候 白棋一般都拆了 对 大家可以去回想一下 有没有这样的棋 在直远系统对局中 很少当黑棋手脚的时候 白棋也手脚的 基本上都是去拆 有拆这个的 有拆这个的 都有 所以 所以今天这个局面 是比较少见的 我下了这么多年棋 也讲了很多棋 像类似于这样的局面 好像还是第一次碰到 李登尔来说 当黑棋真正能拆到这一点的时候 没有什么不满 就在整个这条边啊 黑棋的这个先招效率 非常的充分 然后这个小飞呢 和这个局部的定型呢 也差不多 黑棋肯定也不吃亏 所以 这是拆的第十一手 这第十一手的布局 截止到这里呢 黑棋肯定是便宜的 就便宜有多大 我们不好判断 对 但从各种进程啊 和形状的抛系来说 黑棋肯定是比较满意的 对 心情很好 并不是说下十一手 就已经好多少了 对 但这心情也很重要 然后白棋也拆一的 一般来说 无有角总是 不要让对手两翼伤开的 这个 其实我现在对这个理论 已经有一点怀疑了 我觉得两翼伤开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然后就被一阵 是吗 可能他这手机 也有点想限制 这个也是天王山 就是边上的天王山 那如果变成黑棋的话 那白棋自身的潜力也没有 这个也很大 黑棋还拆个二呢 白棋跳起来 对 接下来其实这两条边的选择 好像没有那么显而易见了吧 这两条 一个呢是走到上面 上面我觉得是限制白棋的发展 还有一个选择呢是开拆 开拆跟这个虽然不太一样啊 但我也觉得有点像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形式扩张一下 那还是那个大 还是这个大 上面大 对对对这个还是明显大 因为刚才咱们不是刚说过 无有角不要让对手两翼张开吗 那如果黑白棋拆的话 白棋不就基本上等于两翼张开了吗 所以这个是和谐的就为什么为什么白棋刚才不去选这个呢 是因为他也不想让黑棋两翼张开 这个这个还是容易选那接下来下一首棋也应该是必然的 对白棋肯定会下到这边不想让黑棋两翼张开 现在布局的这个方向就是说按照这个线路去推进啊 其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容易去猜到他的下一首的大概具体的方位 可能具体的位置不好不好判断 但方向肯定是确定的 嗯 而且拆这个 这个应该也是合理的 拆这个也是合理的 拆这个就软了一点 拆这个自己是自己只有四给对手留着三 这个是不满意的啊 自己拿到五给对手一个拆二的一个空间 这个是可以的 黑棋还是拆二 对不过这个拆边的这个选点啊 这个确实得慢慢的研究 因为刚才说嘛 给自己拆个五给人家留个拆三就满意 这个拆四给人留个拆三就不满意 这个大家得慢慢体会 总之就是给对手留余地 给对手留余地 其实给对手留余地的同事 你看你好像是你给他留了个拆二 你觉得不满意 但实际上给对手留余地也是给自己留余地 对当人打入的时候自己也有一个拆二 你也有拆 你如果拆了太远的话 人家一打入 你自己也只有拆一 那也没意思 对啊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说到好 这个就是要留余地 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 所以棋如人生啊 就是这个道理还是在棋盘上 你要仔细的去剖析 可以把很多局部的一些理念 赋予他这个人生和生活的一些道理 这就是看你棋的水平越高 那么从这里面挖掘出 对生活有益的价值的这种故事就越多 对 拆一个 那我想白棋的下一首就拆这个吧 这两个应该是建合的好点 现在呢 这个第18首 白棋拆在这 拆在这之后呢 这个棋的格局基本上定了 就是你看 一人一块 对 一人一块 这边一块 那边一块 就是每人有两块棋都挺大 看上去 价值也都挺高 那么现在呢 就是要进入近身的肉搏站了 布局从这里开始啊 布局基本上告一段落 这盘棋是比较容易分得清架构的 就是布局到18首结束了 然后进入续盘和中盘的一个战斗阶段 然后在后面不知道会不会有关子 我们现在还看不到 有些棋其实现在看来 布局中盘什么 就已经很难去细细的把它给分开了 对 经常走着走着就杀起来了 是 但这盘棋呢 别看前18首呢 是中规中矩啊 感觉大家 双方都在虚张声势 那说不好呢 下一首黑棋就要 有所动作 这个棋 黑棋现在选的点是尖冲 尖冲这个点我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因为如果生生的打入的话 可能会没有什么内涵啊 也有可能会 黑棋其实也很想下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一边扩张自己 一边去压缩别人 但是可能小贩觉得如果飞 白棋也跟着飞 就是黑棋的这个范围不一定有白棋大 就是真正对围的话 可能黑棋也没有什么太满意的地方 尤其现在黑棋这个差事是比较厚的 他肯定还是想在这做点文章 就是在破坏白棋实力的同时呢 去跟白棋作战 那在当前 就是在当前的局面下呢 就是所有的焦点都只有这一块吗 这边有可能会形成焦点吗 像这种跳一个之类的 这个不太会 因为这个已经是拆二了 网上再跳会扩张自己意义不大 如果说这里没有这个字 这是有可能的 但已经有这个字了 再往上跳意义不大 跳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跳这个黑棋 白棋也跟着跳 还是刚才就是刚才的判断 因为白棋这个间隔也很理想 黑棋如果简单的去对围的话 这个先招优势不一定体现得出来 加上黑棋的周边的形状呢 相对白棋来说要厚一点 你看黑棋其实这就是拆二 是吧 这是个拆二 这是个拆二 白棋基本上最拆 基本上最短的一个拆也是拆三 是吧 这有拆三 这甚至还有拆四 其实这种打入都是有可能的 这里也是拆四 就是这个棋 黑棋如果用小间隔去跟大间隔去对围 这个显然是不划算的 那先看了黑棋的这个间隔呢 发现是不能对围的 那就是对破 那焦点是这边还是这边 因为这边其实我已经有一个伏兵在这儿 有没有可能从这边入手呢 有可能 这个完全有可能 所以这个选择起来也是蛮困难的 其实作为黑棋来说 就简单的搬 搬一下 打一下 然后拆个二 这个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个完全有可能的 然后白棋如果拐跳阵的话 黑棋拖 这个形状 想做活一块棋 难度很小 基本上没什么 那如果这样的话 不是轻而易举的把白棋的模样就给 对 但是也不是说那么简单的 比如你震 拖 这个估计是会有作战 白棋扳 黑棋常规手定是刺一个 刺的话呢 这个其白棋是粘还是粘 是粘哪个是要判断一下的 就算白棋粘这个吧 这个有可能 那就有点复杂了吧 我会冲断 对 冲断 白棋接 然后把这个吃了 打一下 但是黑棋也付出很多 黑棋 白棋这个变成后视 黑棋这边也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很难讲 这下棋 它有它的合理性就是在这里 你如果说特别想干一件事 你就得抛弃 就是这个事有没有风险 我在得到我想要的同时 我要付出多少 这个就是要一个取舍了 总之呢 像我们看这样的棋 我们就知道这个打入两点 两点提前就可以判断出来 第一不会死 第二不会是一本万利 就是或者说是没本的买卖 不会是 就是这两点 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 然后顺着这个主线再去计算 看看到底是不是靠谱 是不是能够 对 修获是不是够大 就是在提前就得有判断 我感觉即便下成这样的话 应该也是个两分 因为白棋这个后视 对外面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对将来这边作战 对下一手什么这个地方的打入 这个影响应该还是挺大的 至少下成这样 我觉得是两分 黑棋没看出是明显的得力 那所以说实战黑棋选择了打入那边吗 打入那边会形成什么样呢 从这边动手 尖冲 尖冲 这个选点蛮有意思的 那这个选点应该说也有它合理的地方 如果白棋爬的话黑棋就长 这样的话也就不需要去费很大劲去打入了 如果能够这么常规的把白棋给压缩在底下 其实黑棋是很满意的 对啊 白棋只在三个地方 白棋如果是这么度过的话 那黑棋以后还有这个靠的手段 这样的话就随便再跳或者再飞 已经把白棋压的很低了 这个也犯不着打入了 说的话这部份本来也没多少 打入它再冒什么风险 也就意义不是特别大的 如果白棋本来就不是太大的话 打入也太不值当了 对 所以白棋是不肯的 但白棋这个地方也得跟着硬一下 否则被别人直直的挡下去 这个是不太舒服 所以白棋贴 贴一个 白棋贴的时候 这时候黑棋就不能再长了 这时候黑棋如果再长 白棋就飞或者跳 这样的话就度过 就算飞一个吧 这样的话黑棋就再想去寻找头绪 也比较难 而且这两个子会变重 这两个子不像刚才那么定牌 长三个 它的弹性很好 这个两个子其实蛮重的 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它这虚晃一枪以后呢 黑棋还是选择这个打入 再打入 这两首棋有必然性吗 有点必然性 但是呢 作为白棋来说 其实我觉得关系不大 这个棋对于小贩来说 这个就是迷宗拳 这个兼忠一下 实际上是迷宗拳 就是来引诱白棋犯错误的 扰乱它的这么一个 先给你来个二十几套拳法 实际上都是 让你眼花缭乱的 是要转移你注意力 这样这个对于白棋来说 应该意识到这个 其实重点不在这 还是想着这边打入 对 我问你啊 陈燕 如果黑棋直接打入 白棋下什么 我想下小尖 因为我不想让他轻易就拖过了 其实小尖 小尖跳一个也不是不可以 他真拖过的话 意思也不是特别大 尖一个当然也可以 那么实际上差不多 就是对于 对于白棋来说 现在这个思路呢 还是应该立足上走 刚才如果小尖的话 现在跳一个就更可以了 因为现在黑棋更不肯 在这拖过 这两个损了嘛 如果拖过的话 这两个损了 真拖过的话 其实白棋这个子 对黑棋的形式发展 也是有挺大的作用的 去行销你 煎一个也可以 继续煎一个也可以 继续煎 还真不知道黑棋下什么 黑棋大概也是贴吧 白棋就跳 黑棋大概长 白棋就在街上 他就这么挡一个做活吗 这个其实挡一个做活 也很局促 挡一个做活我们就搬 然后他搬下面 他还会搬吧 就搬下面是吗 这搬下面 黑棋就 白棋就在街上 那他是不是就活了呀 对 活就活了嘛 其实 活也不是说特别拘促 那么白棋变厚了以后 白棋也可以打入黑棋 对 正常那么下也是可以的 白棋这个跳一个大概也可以 对他这边破坏余地更大一点 现在说白棋可能就来了 其实我们把这个图的意义在于哪里呢 就是想告诉棋友们 白棋的方向还是应该在上面 这时候白棋应该出头 我们经常跟一些业余棋友去下棋的时候呢 老是提点他们这一点啊 提醒他们这一点 就是一定要懂得出头 出头的价值往往是要比走在局部做活的价值要大 因为出头了以后 第一可以对外面产生好的影响 第二呢 往往出头的同时是可以分断别人的 往往你出头 你就把两边别人的企业给分开了 这样的话 对未来的主动权的争夺呢 肯定是有显而易见的好处 这场手气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肯定是会这么下 有了以后呢 不可否认 像黑棋如果立足于在这个局部做活一下 将来兼充一下是有一定好处的 对 有帮助 这个也是小贩 他的这个不仅仅下棋 不能说完全是虚招 除了迷宗拳以外呢 他还是有一些效果的 这也是证明他是高手 但是呢 作为白棋来说 不应该被这一点给迷惑 对 有了这一首棋交换之后啊 好像白棋的思路全都改变了 白棋实战下面这一首棋呢 显得有点小 这个棋就是 这个小是打引号的 不是说价值小 就是说眼界似乎有点小了 我经常这个在看足球转播的时候 那个听到解释员会用这个词来形容 就是有些球员个人能力非常强 然后呢 这个盘带能力就一直是个人突破 这些能力都很强 但是这样的球员 他就用一个词形容 就是容易把球给踢小了 就是在这个局部啊 他眼界慢慢看不到大局 其实那边有个空档 这个球分出去 这个球传出去的话呢 可能就会对全局会有更好的影响 那边是空档 这边已经四五个人围追堵截了 他还是要在这儿这个自己盘带 舍不得分球啊 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就有点小 我感觉像张敦实战这首棋呢 就下的有点小 这二路上 他的语言很明确 破眼 是吧 不要让你这个字有生根的可能性 但是与此同时呢 他忽略的是大局 对 这个棋其实本来堂堂正正的一跳出来 对周围的影响是很大的 不管你走什么 比如下一手拐阵过来 这边就什么都没有了 或者说下一手再打入进来 可能对这边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那这个棋下在这儿的话呢 显然这些影响 但是看不到了 它只是对这边有很大的好处 下到这儿 确实 如果没有这两手棋的交换 肯定是不可能 不可否认 黑棋这两个子是损了 但是你换一想一想 人家一打入 你往这儿走 这棋也挺怪的 看上去也挺怪的 对 绝对不可思议的一手 这两手棋确实是损了 但是你说我损多少呢 很难判断 就损了这边的一些变化 让这边变厚一点 那我这个子放在棋盘上 还是有用的 没你这个子价值大 但是我毕竟逼着 你得二路走了一个棋 所以我觉得这手棋 我不能赞同 太小了 肤掉太慢了 小贩下的到蛮大局的 下一手飞一个 这个是好棋的 这样的话 我们基本上可以理解为 这两手棋黑棋便宜了 黑棋便宜了 否则直接飞的话 可能白棋也会飞起来 去扩张 经过这样手棋的交换 你这个好点没有了 这个白棋在这个局部 已经动不了了 白棋要走的话 是不是只能这样靠着人家 对白棋这个靠是不肯的 为什么我们刚才 白也不是靠而是飞呢 这个靠实际上 帮黑棋撞后 撞得太厚了 黑棋就算扳 那白棋只能退 对 再压 那他是不是还得退 你还得退 我尝一下 你还得硬 不知道还不知道硬在哪呢 那是 我再压 你这个棋还是要硬 这个 对 那这样的话 就跟刚才差很多很多了 白棋 黑棋这个就明显比白棋要大了 是吧 你这时候该看 黑棋有什么亏的 黑棋每手棋都是便宜的 其实 对 一下外面就是膨胀起来了 你就被压缩进去了 刚才那个图 其实对于黑棋来说 它本身就是一种判断的选择 不是说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黑棋是在寻求一些更好的下法 现在经过这两手棋的过门 它可以在这里获得了原来 本来不属于它的利益 这个便宜 我估计占得差个一个天目的 但对于白棋来说 就不可接受了 基本上 所以说 黑棋这一飞好棋 就把白棋给拿住了 白棋在这个局部 套一个是不肯 把黑棋撞得太厚 是不肯 拖过也不肯 这太低了 下的 那么只能拖线 除了这上面下面都不肯 那只能拖线 这个肯定也不行 这个也差不多 这样的话 就算从上面来 你这个幅度也变得很小了 对 它不会跑这个 好像唯一就是说 等到黑棋把白棋这个子吃掉的话 可能看这个子的价值 还是有一些 对 那这个前提本身就是一个 让人很悲痛的前提 对 本来是黑棋打入 然后白棋这个子会突然 你现在已经 已经要假设 假设自己这个子 是作为棋子所存在的了 这个是一个 非常让人悲愤的一个前提 对 很开心 想当初再没有这个交换 如果小范说 你这个子就棋给我吧 江东院肯定不干 说怎么可能 对 江东院肯定白你一眼 你爱干嘛干嘛 但是这个棋呢 就是有点小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 我觉得这盘棋 白棋在布局 跟续盘这个速度慢 速度慢 然后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原因 坏棋 坏棋 黑棋这个飞 下得不错 小范这手棋的飞 还是挺有大局观的 确实很让人佩服 其实范田玉他的棋风呢 本身是这个后半盘非常的扎实 然后呢 犯错误的时候很少 靠功力来取胜的 那么现在看来 在这个大局观上呢 应该说这一两年进步 也是很明显的 挺厉害的 对 飞一个 让白棋呢 不得不选择脱先 局部已经没有好棋下了 那他拖先去 好 撞一个 脚上适应手 嗯 黑棋挡 嗯 好 斑 斑 对 黑棋是 在这边展开进攻 白棋要腾挪 跳 常用手段 嗯 这个棋呢 陈妍 我想问问你啊 就是如果说你下黑棋 你的第一杆是在哪里呢 这个棋 下一手 嗯 那我肯定不能让他轻易就做活 嗯 那我总觉得啊 在这一块是黑棋的势力范围内 嗯 我总要使出点手段进攻他 嗯 尖顶 嗯 这个尖顶就是俗手 啊 为什么 尖顶 因为我想就 我不想让他轻易做活啊 打一下长 嗯 尖完了以后你不好办了 尖完了我就跳出来 对 那他以后基本上一虎就活了 嗯 很难杀了 所以说你这个尖顶是俗手 你有种在帮他作演的感觉 如果我 我第一杆是尖顶 然后之后呢 嗯 如果您说我这个图不好的话 嗯 我在想我也不肯从上面下 不肯 因为从上面下 他轻而易进就做活了 对不肯 因为上面价值不大 这个地方已经很厚了 不怕的出头 不怕的出头 确实 如果你上面走他一拖什么的 就做活了 这个确实不肯 我又要足度 嗯 又不能让他作演 嗯 那下一首 那您觉得 就是你的第一感 你的第一感肯定没有这个的感觉 是吗 你不是没有这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不是离他太远了吗 一般这首棋呢 实际上是在什么时候用的 就是前提是这边 这边是黑棋的字 嗯 这首棋常用 现在这边已经黑棋 没有什么拆边的余地了 还走这个 这个确实是比较少见的 我也没有这个第一感 说实话 但是呢 那您 我仔细思考下来 我觉得这首棋很有味道 就是确实是 让人回味的一首棋 确实下的不错 这首棋 挺好的 这首棋 那如果白棋跳的话 您是不是也跳 跳他应该先刺一下 面对你的眼 这个地方要先刺一下 然后然后飞过来 估计是这样的进攻 就是让白棋在这边下棋 白棋在这边下棋 不是正好都撞到黑棋的后视上吗 这个实际上 我即使虎一个 跟我刚才那个肩顶的差别 就是白棋没有活 对 真的差也差挺多 你不仅没有活 你这个眼位是明显不足的 你现在虎着 我接在这 你这个棋能不能 是不是直接被我杀掉 都是有可能的了 这白棋风险会大很多 那这首棋 看着好像是离白棋远 实际呢 对白棋的压力 倒比我这个肩顶 离着他近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是这样的 进攻的时候 本身就要离他远一点 当你准备进攻的时候 你这个棋就是离他远一点 以免被他借劲 你防守的时候 腾挪的时候 这个棋是要离他近一点的 确实 但是我有的时候就觉得 吓唬别人 我就是离他越近 别人应该越害怕 我离他越远 好像威胁越小似的 其实 围棋是辩证的 围棋是辩证的 首先这个东西 它没有恒定的规则 就是你说的也未必不对 就是你有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用你这种理论 但是呢 绝大多数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样的 一个运行的一个方法 它的辩证的意思就是在于 所谓的欲擒故纵 就是你真正 你真正想攻他的时候 你反而要离他远一点 这个可能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 就是 在投入和产出之间 要长到一个平衡点 对 这一盘棋的这个 就是小尖和扎定 看着我这个像是紧实际的 到帮别人借劲了 飞一个可能 飞一个可能比你这个好 但是飞的话呢 它底下又太慢了 飞可能我担心 人家尖一下 然后直接跳出来一下 头就变快了 所以这个点 还是真的拿捏的不错 刚才我在底下碰见一个 我的好朋友 骑手 就我们在探讨这盘棋的时候 他对这个杂丁提出意义 他认为这个杂丁 好像有点呆板 我不说他名字了 省畅畅跟我算账 那我 一开始我也认同他的看法 因为第一感 我确实也没有这个第一感 但我仔细想了想 我觉得这首棋 还真的是挺有味道的 挺有内涵的 我觉得很少用 确实 如果这边是自己的空的话 倒是有可能选择扎丁 那又是白棋的子 看看白棋怎么下吧 我觉得还是一手好气的 算是一手好气 白棋是打吃之后飞 飞 卖个破绽 飞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跨断它 有吗 不敢 其实 为什么不敢呢 我跨断你怎么办 跨断我想白棋肯定得在这边借用啊 那你来 我这个组合拳怎么使呢 这个 搞这么大难度 这个我管你三下 我先把你吃了再说 你这打落子全死进来了 就这么全死进来了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不是只能正面迎战 怎么应该呢 因为我针子 那我先吃了再说 针子肯定不利 那您说我引针也不对 弃子也不对 那我这棋不如没法下了 对 所以这就是我比较快乐的时候 讨讨你 讨你是我比较快乐的时候 那您来教我们一招吧 这个棋实际上白棋在卖个破绽 这个非真的是在卖个破绽 这个非真的是在卖个破绽 希望就是你靠 靠的话简单的一火 做火 叫什么劲呢 那这个子 叫什么劲呢 就气掉了 活了多舒服啊 本身就是 找不到这么好的活气的方法 小筋 那先贴一下 团一个 活得很舒服 这个地方确实已经没法吃了 贴也不用贴 其实就这么单团 你赶紧进来吃我们 不敢 因为这个地方 白棋本身就是活气 以后大概就是这样的局面 你不补我就冲了长筷了 这棋活得就很愉快了 头也在外面 也活静了 这样 如果下场这样的话 白棋是满意的 这次非是典型的卖一个破绽 就是希望你来打枪 希望靠段 然后靠段准备的 既不是引征 也不是弃子 直接做火了 你这个冲段是不好意思的 对吧 一般人下不出手 基本上都是要选择靠段 靠段的话就是顺势 自然而然的去做火 这个是白棋埋下的一个陷阱 当然小贩这个看得很清楚 他不会犯这个错误 我刚才是拿这个东西来考考你 看你解读出他的意思没有 实际上他 我们在做的工作 就是把他下着棋的每一步的意思 解读给大家听 是吧 围棋比赛的这个特点 又不像足球似的 篮球似的 可以去现场看 光看就行了 就是观众们实际上看的是什么呢 就是看的是一种训练方式 我们经常 我有一个朋友 举了一个例子特别好 他说观看围棋比赛 和观看京剧那些什么昆曲 观看这些东西很像 就是观看者必须第一喜欢 第二呢 是要受过一定的专业训练 就是否则你完全喜欢 你是鼓励的粉丝 你是这粉丝 他们下的什么棋 你一点看不懂 一点听不懂 也没意思 是吧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观众群呢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确实这个面 可能就会相对来说窄了 因为体育游戏也好 或者什么其他东西也好 有一个通行四海之阶准的准则是什么呢 就是越简单越容易受到人群的青睐 规则越简单群体越多 为什么那么多人打斗地主 为什么那么多人打麻将 是吧 那些规则足够简单 那么围棋它的乐趣 当然不仅仅是在于简单 我们不能说简单的东西就是最好的 这个世界上需要简单的东西 也需要像围棋这样有深度 有哲学性 有思考价值的东西 对 我们做的任务实际上就是 把这种看上去比较复杂的 比较有深度的东西呢 我们用尽可能简单的语言来说出来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工作 这个工作你喜欢吧 当然 对很有价值 这个东西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那像这种飞呢 就是我们需要给其友们解释一下 它的语言是什么语言 这个飞就是为了卖个破绽 为什么它不跳呢 跳一个就是太明显了 被别人一次一飞 这个旗就进入苦战了 所以干脆飞一个 你断不断我 你断我我顺势做活 你不断我的话 我出头比这个跳好 对吧 起码你现在我怕你跳了吧 你跳我一贴 你飞不过来了 你要长的话 我这边还可以先供你的 这个就是它的语言 很高 这个语言就是围棋 为什么说是阳谋呢 基本上就是 另外一个朋友 我们沟通的时候 他提到过 他说牌类游戏啊 就是大家看不见的 你的牌是什么 我的牌是什么 这个大家看不见的 牌类的游戏 大多数是可以归为 叫做阴谋的状态 就是我们不仅要比技术 我们还要比心理 比如说 这个武装牌的 这个 收汉 现在比较流行的 什么德州扑克 现在就包括斗地主 什么拖拉机 这些 他就是既是要在 打这个技术 要计算 这个也是有计算的 算你手上什么牌 算你大概什么 还要算你的心理 比如说我们说桥牌 桥牌你是要叫牌的 对吧 叫牌有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一个词 叫牺牲叫 有的时候明明知道 我这个牌 我叫上去 我打不成 我也要这么叫 为什么呢 我这么叫了以后 我即便我输了 我损失的分数 我损失的分数 可能比你打成了 我损失的分数还要少 实际上这个东西 就是揣摩一个心理 我这么叫 我把这个砝码提的很高了 你还叫不叫 你如果不叫的话 我来打 反正你即便赢了 你得的分 你也得的少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逼着你 让你选择 你可能不愿意 这样的结果 你还要马上再叫得高 我都叫到六红桃了 你还要叫什么 那就大网罐了 对 那这样叫上去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种堵心理 我在这么叫的时候 我还要再考虑 你会不会往上叫 就是这种判断 其实是相对于来说 围棋的这个 全都是面 面敞开的这么谈话 这个是杨某 排的游戏 差不多是阴谋 那么杨某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 我把语言告诉你 我的语言 我就是这个语言 你怎么立吧 所有的子 全都在棋盘上 对 你要是断我 我就做活 你不断我 我就出头 反正全都是透明的 你怎么办 这个时候实际上 是很有意思的 互相揣摩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就是围棋的爱好者 相对来说比较忠实 就是这个群体 其实也是蛮庞大的 而且非常的忠实 年性度很高 我们在这个 跟很多棋友一交往 就是十几年 二十几年 长期的交往下来 你还年轻 估计你还没有交往 超过二十年的棋友 但是一定会有 就是很多 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棋友 它会伴随着我们 一辈子一直走下去 这个也是围棋 它有独特的魅力 我估计打斗地主的 这个牌友 地主友估计 不会有这么长时间的 因为你跟谁都可以打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棋 看看黑棋 怎么进攻白棋呢 我现在是不是说棋 说得少 说别的 说得太多了 好 赶快说棋吧 对啊 黑一个是很冷静 那也说棋 那觉得现在黑棋 依然保持了 对白棋的攻势吗 是 因为 刚才我们说 这个棋是杨末的语言 实际上这个棋 它是一种 对这个语言 最好的一个回答 你强认你强 清风俗山岗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你怎么地吧 现在这个难题 又出给你了 你怎么地 我看上去软了一下 但是我这个子是有价值的 我飞出来的一个子 这个子对将来这边的作战 是明显存在价值 这个是黑棋的一个自我安慰 虽然我看上去是软了一下 我记不断你 我也不破你的眼 怎么样 但是同时难题还在你这里 我不急于出拳 就是最好的出拳 对 其实白棋的毛病 白棋还需要负责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讲 白棋如果要继续跳出的话 对不起 你这个棋越走越重了 将来这个靠断呢 刚才不可能 一会儿就可能了 现在就可能了 现在就是有可能了 如果你现在还是这么做活的话 你等于在后市上多送了一个子 你这个子的价值 我们假设说 黑棋靠白棋 大概还是这么下 还是走成刚才那样 对 那么对于黑棋来说 就不肩了 对于黑棋来说 不肩都不用肩了 黑棋直接就拐 把你这个贴住 这就可以 我这个顶是先手 你充实没有的 那现在刚才这个形状 黑棋不肯 是吧 但是黑棋现在棋牌上 你白白多了一个子 这个棋就肯了 白棋这个子 基本上没有价值 贴在黑棋的后市上 你在棋牌上把它拿下去 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但是这个子的价值 很大很大的 多了这样的一个交换 刚才不肯的形状 现在黑棋就肯了 所以这个是 围棋无时无刻 不在发生变化 我们在跟棋友们讲棋的时候 经常用到一个成语 一个词 陈阳 你能知道我想说哪个词吗 见机形式吗 这是成语吗 没有 这个说的 客舟求见 客舟求见 就是你一开始判断的 这样是不可以的 但是走着走着 或许它会变化 就千万不要拿 以前的这个判断和抉择 来永远的把它衡量下去 千万千万不要这么下 如果这么去做的话 你这个棋肯定不是高棋 三十首之前 我判断了这个棋 我是后市 我永远都是后市吗 不会的 那么其实这个棋的变化 就是在一瞬间 刚才飞的时候 这个语言是欢迎你来的 但是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作为白棋来说 这个语言马上就变成 我担心你什么下 这个语言一定要随时的变化 所以我们说杨某 杨某就体现在这里 这个非常的好 黑棋呢 看穿了白棋的语言 当然互相 大家这个 围棋又叫手谈嘛 真正两个水平差不多的对手 彼此之间通过对手下的 这么一手棋 是能够解读出对方的语言的 我们说围棋有五得 第一得是得什么 得好友 对得好友 为什么是得好友呢 就是因为围棋本身 他就是一种谈的话 手谈 围棋跟佛教中的这种禅 这种味道是很像的 就是不需要语言 两个陌生的人 下一盘棋变成好朋友了 为什么能变成好朋友呢 看上去他们没有说一句话 但实际上他们对话了千千万万 就是彼此之间能够契合 感受到对方的这种气场 那么黑棋在这盘棋中 小范解读到了江都人的语言 小范心里想 可以 你小子配合做我的对手 我就拿出一招来 我来对付你 你看上去表面欺压了我一下 给我一些破绽 我不去走 我先等一道 给你回补的机会 那这个时候呢 白棋不能直接跳 道理刚才说过了 那白棋现在这个局面 应该怎么下 实际上又是一道新的难题 这个题对于白棋来说 并没有那么好解答 真的没有那么好解答 我看这个形状 我盯着看这个形状 看了很久 我也不知道白棋这个时候 最佳的这首棋在哪里 如果出头不行的话 那不就只能坐活了吗 对 但是坐活也不是好 等会我们会讲到 对待一块 就是自己不活的棋啊 首先不是想的是要出头 然后其次呢 就想着就地坐活 这两点 如果都不行的话 那就没有白棋这个 就要去找 就要去找 这个第三条路 还有第三条 围棋它有意思就是在于 它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一个游戏 你说到这儿 我这个又想起一个段子来 好 那你说 前一段在微博上 或者微信上 经常留一个段子 就是说把中国的几个什么 这个棋类的游戏 再来评判一下 说什么象棋是充满了什么官僚 什么这个官大一级压死人 特点就是这个 什么麻将就是为了算计 然后到围棋这评点 对 挺想听听围棋是什么 这个段子为围棋的评点 就是一切游戏 非黑即白 我看了这个段子以后 我想骂街 为什么 就我觉得这个人 无知到了一定程度 就编这个段子的人 包括这个转发的这个人 就最开始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编的 还是转发的 这个人还是网上挺有名的一个人 我真想在这儿 把他的名字点出来 但是现在我怕这个 被转发500次 把我给影响了 没关系 我想如果您把他名字 点出来的话 他一定 王老师 我拜您为师向您学围棋 您就多了一个 他对这个围棋太不了解了 怎么能说围棋是非黑即白呢 围棋只不过是棋子 是黑白构成的 他的语言解读 那他的变化处是 宇宙中星星的总和呀 他说的是不是 就是从大面上低感 然后并不是棋的内涵 就说明他不了解 对 围棋就是非黑即白的游戏 就是这个定性就定在这儿了 就是让人家一看 如果不懂棋 很简单 反正就黑白的游戏 那黑白的游戏是什么 内涵是什么 他不涉及了 这个人在网上 就是本来没什么名气 但是有一些 这个讲历史的课程啊 讲得好像那个 挺挺花里胡哨的 其实我就通过这个 我感觉他也这个 真才实学古解一般 就对围棋这样 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文化 都不是很了解 那今天您说完之后 如果他有幸能看着 我们天然围棋频道的话 他一定会 我劝他好好的学学围棋 对 我劝他好好的去理解一下 我们刚才说到哪了 我们说到现在这个白棋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现在出头也不好 就地坐火也不行 对 要找第三条路 怎么办 我们先看他的实战啊 刚才我们说简单的出头是不好的 那么这个 姜东问实战按照你的下法去 你的判断去下啊 他选择是这个虎 那这个虎呢实际上也不是好气 我们先看一下实战 为什么他不是好气 点一个 点对 小贩这个地方下得很顺 点完了以后把它飞震在里面 然后去做活了 这个做活做的 活的其实是蛮苦的 然后黑棋跳一个很稳健 这个跳本身是有先手味道 下一手这个长出就变厉害了 这个跳完了以后长出还带着靠 对 所以白棋呢在这虎一个 这是要制住这个子 确保这个地方是白棋的地盘 如果这个地方不是白棋的地盘的话 实际上白棋全局的控是所剩无几了 这个是很有价值 那么黑棋这个先手交换之后呢 先搬一下 您是 其实我是想听您对这块棋的结论 不然的话我对于这手棋其实稍微有一点疑问 现在我们看挤进来 这个挤进来很凶 挤进来很凶 现在本身局部呢 白棋倒是没有太多的死活问题 白棋就单接一个瘟硬手 黑棋现在没有能力去点杀 去退一个 让白棋做活 那白棋就做活了 让白棋做活 我次序摆的稍微错一点 它是先爬再接的 然后就是做活 那么做活之后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 白棋从这个靠开始 在这边打入一块棋呢 它活了 但是它活了以后呢 还是付出一定的代价 就是让黑棋外面变得很厚 这个头也基本上出不来了 是吧 然后黑棋争到全局的这一点 比较开心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们看到白棋做活了之后 全局上并不乐观 白棋活得太小了 只有三木棋 但是它成功地把 黑棋的模样破坏掉了 这是它的收获 它破坏的应该说 模样这个词要打一个引号 它破坏的更多的是 黑棋这条边的实地 脚伤还是我的吧 这边还是我的 那么它破坏的实际上 主要是这个地方实地 但它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 这边让黑棋变厚了 然后呢 中央这个头出不来了 最后 这个子基本上死进来了 被黑棋在这一捕棋 对 更不敢跑了 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黑棋 虽然这边的实地 被白棋破掉了 但是在全局其他地方 所形成的这么一个 新的模样和新的形式呢 还是很有收获的 这时候我们想起 围棋视觉的第二句 是什么 不得胖胜 入界一环 入界一环 对 你围棋视觉背的 还是很熟的 入界一环 就是打入太早的一个坏处 就是有可能是形成 我们在这个书上写了 这个很多棋 我们可能已经看到 我们两个合作的这个书了 那么书上写的语言是什么呢 其中如果打入的太早 其中的一个坏处 就是当你破坏了 人家一个地方的模样 别人可能会在其他地方 形成新的模样 这个时候 这个第二块形成的模样 往往比第一块 更有价值 所以这个是 如果不能遵守 入界一环的话 往往是有这样的坏处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典型的反面教材 活得太小了 活得太小了 不好 那现在我们要回到一开始 我们自己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了 既然白棋这样不好 出头也不好 那应该怎么下 第三条路是什么 又不能弃子 因为我觉得白棋已经挺重的了 弃子太大了 做活又不肯 围棋好难啊 是啊 逃不行 活不行 弃还不行 那我不要了也都不行 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啊 围棋太难了 这个棋呢 我们作为团观者 我觉得这个棋 我听您这么一讲啊 我觉得这围棋真的挺难的 不好学啊 我们是 您还说把这个难的东西 讲得简单点 我们现在有点像 天桥上卖艺的 光练嘴巴是 真的下棋 也是下不过人家两个 在这还评点 我觉得呢 这首棋就是要去寻找 第三条路 就是在出头和做活之间 寻找第三条路 做活可以 但是对不起 我要活得有尊严 我不能被你封得那么踏实 不能让你那么厚 不能付出那么多在家做活 出头也可以 出头就是我不能丢亏气 假的出头 我觉得这首棋的合理的一点 大概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考虑的 您说这个 就是在出头和做活之间 寻找一个平衡 我还以为您说这个呢 这个点太不舒服 这点实际上 这个套并没有完全防住 没有完全防住 而且这个形状 这个我倒是可以这么虎了 这么瞎了 但是这样的话 以后被别人点一个形状 还是挺痛苦的 你贴它再一长 你可能还要在这边去脸 这首棋 我觉得大概是一个中心点 如果现在黑棋 还是这么飞的话 那它虎活 这样的活着就比较舒服 黑棋远远没有刚才的棋那么厚 寻找到了平衡点 如果黑棋不肯让它活 黑棋点杀 白棋挡 黑棋杀进来 然后它再出头 然后再出头 这样你这个断也断不了我 因为我出头了之后呢 对你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你这三个字并不是说 就完全没有风险 你还是要去顾及一下 自己的薄弱环节 对白棋这边如果成功地跑出 其实这边的后市就用上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棋上呢 就是白棋应该去努力的去寻找这个平衡点 江东人犯的错误呢 就是它有点像你刚才提的那一点 你看这个棋能不能出头啊 出头好像不太合适了 那我们做活吧 就是它很容易就是在这个 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之间去做一个转换 其实中间的这个环节我们讲的中庸啊 在两点之间寻找中庸 不偏不倚的那么一个境界 应该是可以去努力的 当然很难 而且呢花时间 那么这个棋又是快棋啊 中快棋吧 至少是 对 每方一个小时 时间可能又不是那么的充裕 这个时候人往往是凭自己第一感去行事的 我们看它实战 这个地方呢 我感觉不满意 不满意 点 小饭一样质量部棋下得很好 点了一非正 你看你现在这个棋 你就永远没有这个做活的机会了 这个本来刚才我们是七点下成这样的 被黑棋这样先把你的眼位破了以后 这个棋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只有去这儿做活 这个做活就活得很痛苦了 挑一个 这个是实战 对 我想问一下 他这手棋啊 其实我觉得白棋在这边 是不是可以把棋下在外面 我看这样的话 这不是空啊 空不是挺大的 其实我这手棋还有点想瞄着 黑棋的弱点 那现在黑棋这边进攻先手还是很多的 这个空 这个如果能是空当然好了 我看这个不是大跳加大飞 太难 挺优美的一个形状 他就即便还是搬了打的拆尔 你也很难吃 这个形状 周围太薄了 很难 这么多子 陈云老师这个就是追求的太多了一点 我看他这个棋形很漂亮 而且看似啊就已经没有缝隙了 还没有缝隙 但是空间太大了 不牢靠 走到这儿我是觉得有点委屈 我这么多子 我还下到这儿 对付你 这一个我还不是张开大网 你来吧 对你看 其实这个棋如果是这么唯空的话 本身就是很不靠谱的一件事 对 这么一看的话 似乎就觉得有点空了 他有了这两手 我看着还行 他还吃了夹实一点 这地方还要被他扳一下 我只能吃一个 但确实从效率上来看 黑棋还是很满意的 白棋效率并不高 这个棋 这个棋 这个搜刮了很舒服 我先爬了一下 挡住 接上 好长一个 是 只能去做活 这个棋活着 挺委屈的 心有不甘哪 黑棋尖刀 这个棋尖刀刀的时候 黑棋毫无疑问是优势的 白棋活得太小了 太小了 这跟刚才我们期待的那个图 差别有很大很大的 对 只有三木活 这个黑棋尖刀刀刀 下面这一首 白棋下的这个棋 你真是打破我的脑袋瓜 我也想不出来 白棋会下这个 那我们大家一块想想 白棋会下在哪呢 这个无论如何 我也想不到 我的第一杆 是在这边打入吧 选择一个打入点 对 如果这个12345 这五个点去打入 你会选择哪个呢 这个不太可能 我们把它排除掉 对 那可能 其实除了这个以外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你觉得哪个可能性大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选择这个吧 第一杆一般人都是这个 因为离后远一点 然后离薄的近一点 嗯 符合棋里 符合为期时觉吧 符合 为期时觉 应该用哪个来形容你这个 笔墙自薄 对 嗯 所以他这边强 我就离他这边 这个棋要稍微有点艺术性的话 可以考虑点 点一下 嗯 期待你挡 然后靠过来 这个棋稍微艺术 艺术感会能一点 常用手筋也是 如果你搬的话我连搬 连搬 嗯 这是往往是可以有的 这个可以有 嗯 这个如果你尝的话 他还可以继续连搬 再连搬 嗯 这又是教科书的下法了 这个棋呢 打吃打吃打吃 对 这样我再一打吃 嗯 其他给接 然后我这边再打吃 哦 提 这边以后跳或者飞乐先手 那白棋太如意了 对 如果这么下的话 这个棋 黑棋就明显是被白棋给 玩弄于鼓掌之中 啊 这是 是 这是我们 但小贩肯定不会这样下的 一般来说点的话的时候 如果如果对手争破意图 对手会点 会挡那个 啊 对手可能会挡那个 他挡那个 其实白棋也不一定怕白棋就退 那我拐回来 你拐回来 然后然后再从这边去寻找一个什么 打入 这样手鞋并不亏 下一手还是可以靠 比如说白棋 黑棋如果跳 白棋一靠 你虎他一退 你一立他一拐 就整形了 这个地方其实这样 这个点是可以推荐的一个手段 啊 在很多无油脚下拆的时候 去寻找这个点是往往是靠谱的 点完了之后再一靠 如果他贴的话就这样唱 对 这个棋 按说这个对于 江东润他们这个水平来说 这都是常用手机 就王老师在这推荐的 他们早就会了 他不用肯定有他的不用的道理啊 但是至于他实战 为什么是下在这儿打入 我这个棋真是敲破脑袋瓜 我也想不出来是什么道理 觉得自己形势所迫 如果打入到这儿的话 被黑棋清零处理 你下次见到江东润 你推荐他读一下我们的书 你好好的教导他维棋视觉 这个怎么能打入离后世这么近呢 懂不懂事故取核 好 对不被比强自保 你刚才好好讲一讲 善意的去劝一劝他 行 我把维棋视觉用韩语都搞懂了 我就问一下江东润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这个维棋视觉 这四十个字韩语怎么说 是 然后我问问他 我可以教你懂不懂怎么说 记住了啊 这是你的任务 好的 这个打入 这打入我真的是理解不了了 现在让我去解读这首期的语言 我难以自圆其说 我解读不出来 他是想干什么 他想干什么 你觉得他想干什么 你来解读解读 我觉得啊 他觉得情绪不好 挑衅啊 就惹您生气 他说我生气有什么用 惹对手生气 如果您是他的对手的话 我很开心啊 不是那他的目的达到了 我很开心啊 他恰这么臭的气 他先这么臭的气 我肯定开心啊 我作为他的对手 就这手心 如果 因为这三个词很硬 是吧 我们说如果你要想腾挪的话 你要去借劲 那你即便不点你直接靠也可以啊 直接靠你大概是扳吧 我就退 你大概是力吧 我就拐 这样的话比我一个词强多了 我下一手还可以继续打吃你 就是我总是能借上你的劲 或者我飞 我飞 下一手可以加 是吧 这边可以占 这很容易借上劲了 因为你后嘛 你后 我就可以去借你的劲 如果你不愿意给我借劲 你退 你退那也好 我搬一下 我搬一下再一茬 也不错吧 嗯 就这个套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为我们首先在下这样的棋的时候呢 要有一个定性 就是我们在做一件什么事情 要有一个定性啊 首先我们把它定位于后势 OK 那你是后势 我们有对付后势的办法 我去借你的劲 那么还有一点的定性啊 就是如果说这边 比如说这都是白棋的子了 这个时候我不肯靠了 我一靠把那个靠后了 那我打入完了以后 我以后要寻求你的手段 那是因为我把你定性为你是薄棋 有这么一个定性以后 我也好选择 是吧 那实际上这个东西 我就不理解了嘛 那它到底是把这个定位成后势 还是估棋吗 它如果要是把这个定位成后势 它为什么不去靠呢 莫非它真的把这个定位成是 是一个保棋 不会吧 这个我有脚架拆二 所以我理解不了了嘛 围棋很难啊 我也不能说他下不过我 我把他给给臭麦子 这棋肯定是我下不过他 我下不过他 但是我即便下不过他 也可以批评他这首棋下的不好 是吗 我前一段读了村上春树的一本书 我觉得那书写得特别好 那本书的书名 我给大家推荐一下 就是当我跑步时 我在谈一些什么 这个书名很长 村上春树他是一个这个长跑爱好者 那么他那个书评点了 就是说读者和作者是什么关系呢 读者可能写不出作者的那些文字 作者确实水平高 但是不影响读者去阅读这些文字 评点这些文字 实际上我觉得 我下不出来他这样的好 但是我可以 我觉得围棋真是跟很多东西都是触类旁通啊 就是我看到这些文字以后 马上就想起我们干的这个事了 我们确实下不过他 但是我们这种影响我们去理解 我们去解读 咱们先歇一会儿吧 时间到了 好的好的 那我们把这个 就是这一首期 下一首期交给咱们观众朋友们 也一块来想一想 对付他这种 好像不在常理上的棋 我们应该怎么去对付 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这番棋 白琴这首期打入 王老师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 我们看 我们看实战吧 好 刚才讲故事讲的太多了 看看实战吧 黑琴长 黑琴退 退这个棋 白琴这有提 要不然下一首一粒也受不了 而且这个棋 如果白琴跟着往前爬的话 反而容易被黑琴有借用 然后黑琴跳出来 很均衡 我觉得这个棋 就是让人看得很舒服 这个语言解读起来比较容易 是什么呢 就是白琴这个打入 虽然不是好棋 但是黑琴想吃它 这个是没希望的 你比如说你这么去照 人家就冲着往外 不然这个黑琴想杀白琴 是不太可能 同时呢 刚才我们讲过 就是白琴实际上 在这地方积蓄完力量之后呢 黑琴这边是有点薄的 像这边有跨段 甚至比如说这个地方去 有很多先手 吓唬吓唬黑琴 白琴在这边就可以获得利益 所以白琴呢 正好打入的时候 黑琴一退 然后一跳 就是下一手这个尖起来 还是很厉害的 然后黑琴一边积蓄力量 一边把自己补后 同时还威胁的白琴的手段 这个琴下得很均衡 那么白琴这手棋的坏处是什么呢 就是虽然黑琴吃不掉白琴 但白琴由于这个子 对这个子 对这边威胁不大 对这个套也没有产生任何借用 所以黑琴可以置之不理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我不理你了 暂时三不管 对这手棋价值很大很大 白琴往上跳 这棋也得自己找点事干啊 然后黑琴也跳 黑琴这个跳之后呢 把这个交通线给隔断了 隔断了以后 下一手这个尖就非常厉害了 这个白琴再连回来 白琴要跳回来 然后黑琴也跳 这个棋 黑琴下的就是非常堂堂正正啊 这一跳以后呢 产生了两个好点 下一手这边要照你 这边下一手要震过来 这个震过来也很了不得啊 这个震过来中央虚花花的黑琴 就要成很多空了 这个子就无计而终啊 而且对白琴这边也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呢 白琴在这里明明知道 这两个子实际上是有点苦的 但是也没办法 跳起来 这个好像风险蛮大的 这两个子置之不理啊 这些照进来 这是它的危险于不顾 这个琴呢 还是跟刚才的评数差不多 就是白琴这两个子应该活还是能活 但是会很苦 那又像刚才那样酸母活吗 实际上能三目活也不错了 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么样了 能活就不错 但关键是白琴实际上实地平不多 这两个脚还是蛮大的 除了这两个脚 白琴也就没什么空了 是的 现在黑琴还是很主动 黑琴中央 虚虚的这个成空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主要现在先看白琴怎么处理这块吧 先把它做活了再说 黑琴震 这个琴震就把它的这个中央啊 基本上控制住了 不理他 黑琴这个琴 我觉得吓得确实 小范的旗下很让人上心悦目 就是 我觉得黑琴很大气 对 黑琴在弓和撤之间啊 就是这个掌握的平衡度非常好 我们就是通俗讲叫收放自如 这个一会儿再攻他 那么攻着攻着呢 可能也就不是死的白脸飞的 也去猛杀啊 这期可能很多人想 我要不要不跟你组断 对 那实际上这个琴走一走 白琴想做活还是很容易的 这边一拖 这边一靠 就想做出两只眼来 并不难 这样的话很可能黑琴攻击到最后是落空的 其实很多琴有啊 我觉得第一感真的就是 这三个子既然在我的包围圈里边 我为什么不吃它呢 吃不掉啊 这个回答很简单 要有人吃掉的话 小范就吃了呀 但是总是想那个 吓一吓 理想跟现实是有差距的 对 你这个问题它是一个伪命 如果可以吃的话 小范他就去吃了 那么 当然这个阵呢 就是说把这个放在这里 但是先不跟你一般见识啊 同时这个阵有很大的价值 因为这个头黑琴已经不怕白琴出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全都能是黑琴的空 这个子就这么死掉的话 那胜负也没什么选命 是 我看到小范这首棋 我想到现在的流行语 高端大气上档字 就不是君女小节 我觉得这首棋真的下得很大棋 挤这个 挤这个是好棋 考验 去顶 顶一个 这个字还是要把它稳稳地拿出 对啊 现在隐约会觉得 黑琴的中间已经 这个不能是外事了 已经快成时空了 是挺大的 尖 尖这个 黑琴贴 这样是这样的交换 毫无疑问还是黑琴便宜了 黑琴把白琴的这个出头给延缓了 拖 现在白琴是使出一切手段来在这里辗转腾挪 要注意这个拖很损实力 这个拖很损实力 黑琴很愉快地搬下来 确实经过这一拖呢 白琴这块琴不会死 但是付出了惨重的实力的代价 黑琴搬 白琴只有断 然后吃 很舒服 接上 冲过来 然后拐 这里没办法 只有退 再爬 你只有搬 再提掉做活 这期还欠个断 其实你还得补齐 加一下 接上 然后还得护一个补齐 把这个断补掉 那么这时候我们看这两手棋 黑琴这个收获还是很大 便宜大了 便宜大 因为白琴都已经这么厚的地儿了 逼着白琴去尖一个 黑琴就继续压 这样的话 中央的这个潜力明显的越做越大了 黑琴优势这时候还是比较明显的 白琴从这儿去骚扰一下 黑琴先打吃 这个是先手 只只有接 靠出 白琴这儿也没什么手段 其实 不然我就断了 你这个冲也冲不住进来多少 然后白琴要在中央找着头绪 这期也不能看着它全都成空 坐哪了 顶一个 退 然后 这个也出不来 大飞 就是看到白琴 看到黑琴这边是有点薄的 所以呢 争取来冲击一下 他也其实在 嗯 往里往里走 那黑琴这时候 这个飞呢 我觉得我们解读 这确实是有优势意识了 就是这个飞补得非常的稳健 非常的厚 把这个地方直接就做出了几目棋 而且呢 把自己的棋子紧紧的全都连到了一起 啊 这个飞本身价值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这个棋 应该是有优势意识的 也跟白琴说一声 我现在已经走得这么稳当了 我形势好了 嗯 那白琴呢 就说您形势好了 那我得骚扰一下 对啊 而且它这个形状都很薄 嗯 有没有冲击的手段 有是有 但是呢 由于黑琴这地方也有点薄 所以黑琴实战这个虎 是很有味道的一手棋 这个虎呢 就是跟刚才这个飞意思差不多 它是一个比较稳健的 保持自己优势的一个道路啊 本身我们就说 白琴冲一个 其实价值就很大 白琴冲你大概得粘吧 或者你你大概挖吧 挖 那么白琴就算打吃完了补一个 这地方也能长十几目 这个价值是很大的 那么黑琴这一虎 下一手再也保持 还会生出家 这种手段啊 就是它可以让白琴的木树变很少 同时呢 让自己变厚 这个呢 就是一个 最稳健的一种 获得优势 保持优势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常说 每一个局部价值的大小 它的判断的这个 参照物是不一样的 如果在劣势的情况下 那么我这个棋就要拼最多木树的关子 有15木的 绝对不能下14木的 那么如果是优势的情况下呢 我们除了去判断木树的大小 还要判断对厚薄的影响 对那个厚下哪个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12木的关子 那边还有一个10木树的关子 但是那个10木树的关子 非常的厚 可以消除很多味道 那么在优势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去选择小的 而不是选择大的 当然这个小跟大 是也要打引号的 什么是小 什么是大 它不是绝对的 只是相对的 是 你还得根据这个优势的程度 对 判断大小 它实际上一定是要有参照物的 这个参照物就是当前的局势和厚薄 我们觉得这手棋呢 确实它可能不是最有力的 真的这么拼也不见得不行 我觉得 这个作为白棋来说 显然是胜负手 真的拼你冲我把你扳断了 好像看着局也挺有风险的 对啊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布子 卖的有点大 完全可以 但是这个地方可能将来 也会生出一些东西来 作为小贩来说 它现在是想稳稳地 赢下这盘棋了 因为确实从进程来说 从进程来说 这个棋白棋明显是被压制的 白棋明显是被压制的 每一个地方都吃亏了 从布局一开始 手脚就开始吃亏了 其实 你这么说 就是白棋从第四步 就已经下出了 有点疑问了 这个搬也看不太懂 这个搬 其实黑棋这块棋 这些棋已经活了 黑棋已经活了 白棋 从这去搬断 黑棋不知道有什么太大意义 本身的价值并不是太大 这种棋 它是一个 单关 就是看对黑棋有什么影响 如果对黑棋没有影响的话 这个棋基本上是没什么价值 那既然走了就会再走吧 对啊 走了就会再 这个吃很大 这个吃很大 吃完了以后生出这个加这个也很反 然后跳一个破眼去 跳白棋 跳黑棋冲 挡住 靠 这个靠很有意思 就是要做活 对白棋其实在这个地方 已经花了两手棋了 他就只是做活就满意了 他抢这两个大棺子满 很满意 这样的话 这个棋逐渐简明化了 这个棋逐渐简明了 因为黑棋越来越厚 跳 就尖一个了 把这个子满倒吃住 现在黑棋白棋都没有什么太多的破绽的地方 就是一些棺子挣夺了 对 其实中间的空就是这样的 好像看着黑棋也没有围着什么 但是白棋只要花手术去破坏它 黑棋的价值就已经体现出来 是的 这个靠倒是有点 给黑棋出难题再搅局的意思了 黑棋依然是 只要是虎 因为我如果虎它就顶 虎它顶 对 我扳它就长 扳倒也行 扳长的时候我就沾上 它冲 我就从这边连回来就算了 这个靠局部还是给守进 但是对黑棋的打击不会太大 靠你看黑棋先扳一下 这个 实际上这个扳也很厉害 扳你不走的话 下手把你这 连根切断要杀你了 这个扳是有先手的 白棋连扳 黑棋再搬这个 这个局部黑棋 黑棋现在其实思路很简单 就是四个字 安全运转 对 不要给你什么角局的机会 长久我就退回来 他就退回来 然后白棋冲这个 温英手 冲针去给你冲出个小软头 我估计黑棋是要挡的 这个地方黑棋肯定会挡住 那白棋中间他还需要补棋吗 就这一个地方 什么各种啊 吃 人家是要补 我们现在先点点 他补不会单纯的补啊 他将来带着木补 补在哪里呢 虎一个 冲一个是准备虎吗 65 全局的木处 大家一起来判断一下 数数木 现在黑棋大概65 那白棋呢 白棋55木应该最多了 旁边10木左右 旁边10木 黑棋优势还是蛮大的 而且这个棋啊 黑棋厚 黑棋非常的厚 而且咱们这盘棋 就是农心杯啊 都统一采用韩国规则 黑棋贴6木板 所以10木棋 基本上来讲 那很优势 不容易翻盘 对不容易翻盘 我比较看 现在棋确实没下完啊 我们刚才中间休息了那几分钟 去看棋谱 又下了一些 我们现在等着新的棋谱 会传给我们 但是我们刚才在休息 就5点钟的时候 这个棋是没下完的 那据我们的判断呢 黑棋还是这个优势 虽然不大 但是还是比较厚实的 在维持着自己的这个优势 对 这个棋呢 真的我还在继续 但是黑棋的优势也有 其实我们现在更加看好 小贩在于哪呢 就是这个棋 逐渐逐渐的进入到 小贩比较擅长的 这么一个范围里面了 他就是非常会下这种棋 很厚实很厚实的 把这个优势 给逐渐的保持到最后 这个其实是 他的技术上的一个长处 你说相对于 他的这个布局和中盘来说呢 可能棋子还更加 让人信任一点 更放心一点 对 小贩本身就是 比较厚重的棋风 他应该是更善于 后半盘的一个修处和把握 刚才故事讲太多了 现在棋谱没送过来 这个故事不知道 讲到哪里去了 没故事了 是吧 所以以后我们要掌握节奏 很多故事这个 脑子里出来了以后 先把它存起来 别那个脱口而出 你看现在 现在只有讲讲这个棋 是讲给什么走向 对 讲讲棋也挺好的 棋在等棋谱了 脱口而出说明您直爽 在等棋谱了 反正木树给大家点的差不多了 对 咱们先确定了这个木树 然后又确定了黑棋优势 对我们从可以看出 黑棋像这个飞啊 这个火这个抱吃啊 这个都是优势意识 而且呢 确实这样的棋呢 他虽然优势意识 但是并不保守 就是他在寻找这个平衡点 在保持优势和让优势越来越稳健期间 就是寻找一个平衡点 他这个时候已经不追求让优势越来越大了 如果追求那个的话叫什么 发了哪一句 不得贪胜 围棋实觉第一条 是 很重要 其实我们在那本书上写到一句话是什么 就是 基本上我们犯的每一个错误 从大的范畴里看 都逃脱不出围棋实觉的范畴 就是你下一步棋 如果这是一个坏棋的话 那么从围棋实觉中 基本上能够给你找到评点的一个 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口诀 赢多了还要赢 那就是不得贪胜 好 棋谱来了 太好了 还没出结果 对 证明战斗还在继续 其实前三盘棋 总感觉小贩赢的有点轻松 用小杨的话 就是队友周睿阳 他说 真羡慕小贩先出场 他当先锋 他形容前三盘棋 就是可以吃肉 赢了才是这样 但是 第四盘 其实所有的这些队员 包括可能我们教练都会觉得 这盘棋战斗刚刚打响 选走哪里 交换了一下 是势均力敌的战斗 冲 白棋继继继续在这边 点 黑棋就飞 这个棋看来就是说 你现在要一点也可以给你 因为白棋这边也是欠着的 其实也吃不了 如果你要非得煎我尝 你带走我挤一毡 也就是个七八木齐 比这个大的还多的是 把这个给打拔了 中间他们都 不会去走吗 我怎么会觉得 这也吃不出什么东西来 这个 顶一个 挡住 便宜一点 这个加进来 刚才说这个地方有加 现在先加进来 度过 刺 冲 这地方有点小手段 这有什么手段 有 有个加 扳 扳 加不就被立下去了吗 扳了 然后再扳 这地方有点手段 但是这个手段 也不是很严厉 占一点小便宜 提掉 官子 将动设下的还是 还不错 能看见这个手段 也不错 那当然 人家也是世界冠军 曾经 记住 曾经 曾经 小贩是现在 不能小看世界冠军 现在世界冠军 层出不穷 原来就是像古丽丽事实 他们一拿 拿好几个 现在就是 拿一个 然后好多年 见不到第二个 可能是这样的 现在 对 您说到这个 你知道咱们中国 农心杯阵容 是怎么确定的吗 四个世界冠军 加一个选拔 对 所以说 这个世界冠军是免选 对 那一看这个 给我一下四个免选 对啊 就只选拔一个 往年 其实我们 这个农心杯阵容 选拔的名额 还挺多的 所以就是您说那句话吗 中国现在世界冠军层出不穷 不缺世界冠军 现在缺明星 所以一个行业是需要有明星的 我们现在这个围棋 我觉得现在缺明星 就是你比如说 羽毛球 你也有前途 羽毛球实际上是林丹 是吧 那个真正球打的好的人也很多 但是林丹确实除了实力枪 还有偶像的气质 还有大家的这种打造 一个行业有了明星 实际上对这个行业是好事 现在就是缺明星 好 靠王老师打造 先把旗好好练练 走这个虎柱 然后黑旗 全盘什么关子最大呢 143 144 145 您觉得是什么地方最大 我觉得中间很想走旗 我很想走 虽然说金角银边 草肚皮 但现在在收官的阶段 我看 贴这个 这个也很搭 贴这个 把这两个顺便再多绣一点 就是防 防止白旗要吃它 你既然我可以退 这就不可能吃掉我了 这一加的 也把这两个字给绣回来了 挺好的 挺有的 挺有价值的 白旗 白旗实在不行 一会儿有个拼命可以跳进一大街 你们不是说优势时木齐吗 如果我这个地方可以跳进来的话 时木齐就没有了 这个理想还是很值得尊敬的理想 走哪 行事不好总要拼命吗 难道还能安乐死 这种棋 打僵 完全不考虑讲棋者的感受 因为他没办法 太难讲了 因为围棋同时也是竞技 在五十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时候 您会选择什么 我现在想起来 我下棋的时候 其实也有的时候 也有这种捣蛋的心理 现在遭报应了 我以前下棋的时候 经常下棋 我是很喜欢打结 预判棋下横 搞到最后那些年轻小伙子们 都不愿意去给我当级录员 不愿意去我的棋 现在想想当我们去讲棋的时候 也在遭报应了 那您当年下棋 我曾经跟王磊下一盘棋 打结打了三百多手 然后中间不停地提结 换了五六个结 在那边打 那输了赢了 如果是赢了的话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你以后问问题的时候 考虑先了解清楚 如果赢了 那时候我就不问了 接一个走这个 这个其实没什么 这地方没什么太大油水 看不出白棋有便宜的地方 我们把这个定型定的多一点以后 来点点木 好的 打拔 这种棋进入到现在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棋子不太可能犯明显的错误了 我们正好有点时间 把这棋摆一摆 看看到最后就是输赢 我们给点木点的 也可以更靠谱一点 搬一个 这个结 这样回去 这个没什么说的 先手 保持 他的棋子就是要细心 我的棋子不好 主要是我心态粗了 像这种地方老是忘了走 最后就 这种先手 老是到最后才下 后来就被人家逆收了 下不着了 对 有的时候真的就下不着了 这就是 像棋子主要是 除了计算以外 就是细心 细心 有的时候确实容易忘记 也可能是您对局的时候压力太大了 不是 我的性格中有弱点 就是 沾上 比较粗糙 就是 打吃 然后冲一个 这地方 我们看 他 先点一个 牵手 然后 虎一个 扳 为什么是扳的呢 这个地方的定型 那您觉得是压的吗 我第一感觉是压的 但是这地方我比较崇拜他 他说的 他下的应该是对的 幸福小贩的 关子 他关子肯定比我厉害多了 团一下 嗯 虎这个 这还是有几目 黑棋是不是应该先把这个吃掉 黑棋有机会吃的 吃的街上 有机会的 这个虎被逆收了三木棋 有点心痛啊 三木棋还不止 好像 哇 哇 这个棋为什么没有走掉呢 不会跟您一样忘记的 我想 团 把这个尝出来 这个 那您说 这个应该就是他先手关子 还是很大哦 关子 我怎么感觉小贩 不会亏了点 这个棋 这个 要把这个吃掉 又遛不起 嗯 现在 我们先摆多一点 好点木啊 刚才点木 万一不靠谱 还有个回旋余地 现在确实局面上的棺子 已经都是越来越小了 二 二 三 其实您是不是也应该 给我们一起 虽然您棺子不擅长 您好歹给我们讲讲了 我想摆多一点再点 不是 我说的是关子 给我们讲一下这个 这没什么好讲呢 我觉得这个关子 真的吗 还不如讲故事呢 虽然是 您说这个 都是一二三四五按顺序下的了 先手一幕 后手两幕 或者是逆收三幕 据我调查 嗯 不知道电视机前朋友们同意不同意 这时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已经进入相对疲惫的状态 这个关子到底是几幕还是几幕呢 这个 第一我讲的不一定对啊 第二呢 这个真是硬扣持几分之一 还不如讲故事 有的时候这个关子很重要 开头就要 结尾也很重要 不是有的时候 是一直很重要 但是 所以其实我们就听您在关子上 给我们讲点什么 我拿去迎题呢 这个最好别指望这个 我觉得 嗯 走到哪了 被你一打岔 把您这个关子也 您摆到这了 哦 对 我还说着 您给我们判断判断 这个 我看这个局面都已经定型了 我看大家也跟着王老师一起点点木吧 估计 每个棋迷的好奇心都是这白棋到底谁赢了 那咱们一块看看 鼠目的结果 王老师您点清了吗 我刚才点过白棋 然后我忘掉了 数字 天哪 现在经常这样的 如果是对局者点完了黑棋 就把黑棋忘掉的话 只有一分钟哦 他们的规则是每方一个小时 六十秒一次 所以一分钟之内 必须要落子 我像 千万不要像王老师一样 点完了 黑棋还是盘面石木 我跟你讲 点完了一个忘掉了 很正常 你现在就是 慢慢的 我估计现在很多年轻的洗手 等到了我们这个年 经常会干这样的事情 点完了以后 要不然就拿个本 赶快记下来 你以为是像棋 那样就 还是一边上一边 白棋大概五十四亩 白棋五十四亩 黑棋 黑棋六十四亩 赢的还是挺多 那还是稳稳当当了 现在下到这 也没有悬念 对 还是很稳 还是很稳 但是 这棺子确实没什么 没什么难度 不像有的棋啊 不像有的棋 它这个棺子也是一计算 各种手筋 它这个计算的棺子 简单 基本上我们看 就是简单的比拼大小 没有说 而且都是小棺子 就这盘棋 直接进入棺子 就是小棺子 它没有大棺子 没有一手棋十几目 十五目以上的大棺子 基本上没有 这地方有个小手筋 占了点便宜 然后顺下的就是 就没什么 但其实有的时候 棋局不就在半目一目半之间 关键这盘棋的不是 是啊 我就说我们要学习的就是 这个棺子可能好一点 你这个老让我教棺子 我告诉你 我棺子不擅长了 你老让我教棺子 你也得跟我讲讲 这个压力很大 你这个老师 老师给我挖坑 不是 我在想 我们时间还很充裕 时间还很充裕 对 我想时间这么充裕 如果都是 时间还充裕 但是我估计结果马上出来了 是吗 我们继续再摆几步 反正摆到最后 点目越靠谱 好的 那现在您摆到多少手了呢 摆这个 98 199 200 201 这一提 这个走在这儿的时候 差距是扩大的 走这个 提 还得接上 现在该黑起一下 黑起不用想 黑起下一步可能提 多舒服的一提 又厚又大 这盘面 现在如果像成这样的话 差距还要拉大呢 现在这个战斗依然在继续 它没提是吗 对 不是 就是 就到这 现在咱们赛时 我们还有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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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等到了 205拐吃这个 这个拐吃 这个可以讲一下 因为白起本身有这个气 白起别跳啊 白起有这个气 走这个 我打吃呢 你打吃 你打吃 它也不一定是跳 它可能跳这个 搬也可以 其实搬一个 摆个造型 对 总之这个地方 白起是有拼搏的手段 你刚才说的对 如果排面石木 这个气一拼的话 可能就会变细 所以黑起这个时候 不着急提是对的 管施这个 因为下一时候 本身这个提就是四木起的价值 就是什么 看见小范吓了 这首提 最后知道我说的这个跳 还是有可能性的吧 对 那么现在白起就回提 白起这个回提实际上也是有价值的 这个价值体现在在哪呢 如果这个节当白起无条件打赢 以后白起冲 这个子跑不回来了 对吧 你不敢跑了 这样的话 这个 所以这也很大 它点这个 接上 估计黑起会也会接 对 然后再提接 预计运行是这样的 这个棋胜负是没有悬念的 我不相信这个棋小范最后下的会输了 这个可能行 基本上是零 我们还是相信您的点目 旁边石木 我们也愿意相信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如果有兴趣的棋油可以一起自己再验证一下 王老师点的正确是不是盘面石木 差不多 依然是 有微调可能 但是 但是就说 胜利是雷达不动的了 对 是的 好 那我们以这个更为放心的这个心态啊 先预祝一下小范四连胜吧 又获得了连胜奖金 荣心杯的规则第一阶段下四盘 对 第二阶段下六盘 对 那六盘去韩国下 在釜山 对 然后最后一阶段回到上海再下四盘 是不是每次都会下满十四盘呢 那不一定 不一定的 对 如果下到美盘 其实大家轮流赢 最多是十四盘 是吧 他测算过 一共15个人下 最多下十四盘 是这样吗 对 那么最少的话是下十盘 就一个人 全扫大了 最少下十盘 他们是有五位 五位 对 最少是下十盘 最多下十盘 这个数据就是看来是百分之百靠谱的 所以说 所以说只要前面 不是说前面一个人十年胜 就第三阶段肯定会有 上海这个阶段肯定会有 但您不是说 那个农心杯是不是都会下满 在上届其实就没有下满 上届农心杯是韩国夺冠 上一届韩国又夺冠了 对 就说这个历史战绩 确实韩国夺冠的次数比较多 这一次韩国的选手都有谁啊 就是除了已经输掉了 现在韩国已经有两个人被我们消灭掉了 那么还有三个人是谁呢 崔哲瀚是他们的外卡队员 然后还有金智希 金智希 崔哲瀚 还有朴廷环 都还是蛮有战斗力的 不是那么容易就打垮他们的 咱们还得一步一步慢慢来 还没下完 没下完 战斗依然在继续 这个棋 不过悬念没有 我们就是以更放心的一个角度来看 现在沾上 然后黑棋提 对 黑棋也提结 白棋肯定去找结才 打吃 提 黑棋顶这个 好 那就说不跟你打结了 不跟你打结了 但是白棋不干了 白棋斑 那我就再提结 对 这时候白棋完全是在顽强了 二十七 二十八七 又去哪儿找结了 有没有 找结 要吃 要吃 你看我猜对了吧 找结才能找得还蛮好的嘛 那必须的 呵呵呵 呵呵 妈呀 一脚啊 黑棋 黑棋解多吧 对 黑棋随便冲一冲都是解 红手 级 级 级这个 嗯 一二三 嗯 然后白棋 白棋这些冲也都是 嗯 它就走这个 嗯 然后再打结 红 起掉 好顽强啊 那个白棋好顽强啊 对啊 白棋不够了嘛 不够了总是要顽强了 然后再提结 嗯 然后黑棋去哪里找 黑棋直接懒得跟你打结 那白棋 做这个 哦 就不跟他打了 那是不是白棋也 就粘上了 嗯 就粘上了 这个棋跟胜负转没什么关系的 黑棋也比较辛苦 这个结结束了 那这个棋局也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嗯 吃掉这个 嗯 提掉这个 这个也是四母 这两个差不多 这也是四母 两个基本同样大 七二三八 就我估计都是先手一幕了 都是一幕了 嗯 我看好像也是这样的 咱们就先 提 让你反提 然后拱 然后再 嗯 这个棋我觉得是这样啊 就是我们把这些 基本的一幕棋的关子打完 也就没什么悬念了 对 嗯 这个不是很大吗 这是两幕棋 没人想 后手两幕 这种 这种不是斑毡 都是后手两幕 对 就到这 就到这 是吗 两百四十九 还有一手棋 挤了一个 挡住啊 对 我觉得后面的棋啊 那个不知道导播有没有在听我们讲啊 我觉得后面的棋没什么太大加 那肯定得给咱最后确认一下这个结果 十六十七 虽然我们很相信您的点幕 但是我们还是想看着这个黑中盘胜这几个字 五一五二五十三 五十四 反反复复的在确认幕术 希望你每一次判断都是一致的 千万不要告诉我们 哎呦 每次我在 我们老师在判断 哎呦 这个棋没有盘面十幕了 大概是盘面九幕的呀 我说每次在判断形式的时候 我都建议大家一起来 对着电视数数幕 不点幕很枯燥 其实我觉得我们作为服务者啊 这个真的 我们点幕是因为现在没什么事干了 要杀时间 然后要等着这个 等着石云把这个棋谱的消息给我们传递出来 甚至我怀疑是不是网络出问题的 这棋已经没东西了吗 应该结果是出来了呀 全都是就剩单关了 而且韩国规则是单关收不收两可的 这是 无所谓的 对 韩国规则我就说我还真没这个亲身解释过 要不我用手指头给你点点幕吧 那你靠谱一点 您给我们说说这个韩国规则不用收单关是吧 我告诉你韩国规则怎么数啊 因为我没下过 我告诉你怎么数啊 我去韩国比赛的时候是这样的 下完棋 我就把我的死子全都交给我的韩国对手 让他数 所以我也不会 我只知道我赢了还是输了 点完幕我知道我赢了还是输了 他要是敢把我半幕胜了 数成我输半幕 我一定要同数 那我数对了 我确实赢半幕 那OK 握个手 咱们回头见了 那您这个必须得 韩国规则您必须得了解清楚 因为当您有提子的时候 千万不要还给人家 还到盒里 这块24 25 26 27 28 29 30 31 这些小贩没有搬 把这个交换掉 亏了 31 41 32 34 45 46 47 49 50 51 52 53 53 53 54 这边都数了 对 123 4567 89 19 21 23 24 25 26 27 28 29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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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37 38 36 40 47 39 55 52 35 45 57 59 60 62 还面8幕左右 现在还是 够了 够了 就没有逆转的可能 现在轮谁下 轮白起下是吧 对 他刚挤了一下 对我们估计啊 白起还没有会下什么呢 呃 这个 这个力不着 这个估计他可能能力到 这个团和这个扳斩是一样的嘛 好的 算是力着了 这肯定力着了 嗯 团 然后我肯定也把这个也得让我力着 这个让你冲着 你冲 然后我把这个力着 这个看你走着 这个是不是能力着 嗯 那反正就看你是不是走 你这个 这也是两幕 反正你走这个 我再冲 你接上 然后再力 你你团住 大概是这样吧 还有吗 还有吗 没有了吧 没有了 好像 就差这几部棋了 对 没有有幕的 这个江东任同学在想什么 把这几部棋赶快下完了 不是就完了吗 有可能是 下完了以后再点幕 这时候就没有区别了 我们就不会有有有有 这 现在该谁下 现在该黑棋下 这有一幕器 这有一幕器 这不用补了 哦 对对对 黑棋障碍这个 嗯 好吧 12345678910 111213142422272833 如果点这么多片幕再出错的话 40464739551 52 535455657559 61幕 12121214161718 1212232425262728 3040 41334444444849 5254 嗯 啊 旁边只有7幕了吗 哈哈 您为什么每次点 没关系 又不一样 是吧 没关系 还是赢的 嗯 我刚才点的是黑棋61幕吗 对啊 我听您那么说的时候是 123 但是我没看您点那个 15 17 18 19 2123 我刚想说如果您这盘棋结果 如果判断错了的话 您可能要被降断 所以就 真的是61幕 好 现在我们结果马上要出来了 我们尽心等待一下 跟着王老师一起数数目 哎 真的是盘面7幕哎 那不会有变化吧 黑棋还要收到最后一个才是盘面7幕啊 嗯 千万不要出问题 您要如果出问题 会不会被降断啊 这样的幕术都点不清了 这已经全部都已经没有 我就 我就不讲气了 嗯 嗯 还没有出结果是吧 还没有出结果是吧 还没有出结果 但是我在想啊 它是不是 这个这个粘是已经粘上了是吧 嗯嗯嗯 那就是说也没有说可能再拼一拼的 看看它的收官更不再有什么不一样 这边是一样的是吧 这边是一样的 这个是一样的 这有点不一样 哎 这个最后被白棋挤掉了 这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啊 咱们还是 既然这棋已经这么细了 咱们把咱们刚才摆的拿下来 咱们根据它的再摆一下 好的 您看 我相信很紧张 真的很紧张 如果都已经局面到这了 您还没点清目会被大家鄙视的 是这样的吗 嗯 反正二十八二十九 咱们走到这了 不不 走到这了 现在白棋立这个 现在白棋立 哦 二五零 然后呢 这算没出 然后一 看看黑棋收的是哪个 鸡这个 这个是后手两目 那然后白棋吃 白棋吃 黑棋应该是沾上了吧 对 黑棋沾上 黑棋如果觉得赢的 肯定是沾上的 三 书关啊 二五四 二五四 啊 我们也没有搬那个 看看啊 这个没走 这个没走 那个 那个也没走 下什么 下吃 还真 没走 然后有误的 然后团这个 冲一下 然后我中间顶一下 然后再走一个先手仪幕 往这儿冲一下 然后把这个搬了 四 你看嘛 你说伴不胜负 人家跟你拼这个结 你以为江东润 对啊 江东润哪有那么容易就妥协 他要跟你拼这个结 那这个棋绕一圈 就是说 刚才我们摆的太大意了 是吧 我觉得啊 黑棋不应该立这个 不立这个不行 他抢这个关子 人家搬一下 还是可以跟你蹭这个结 那黑棋把这个团住呢 黑棋不要让他先手叫吃这个呢 你团住不是一样的吗 就是说这个他总想好了 如果无论是他搬一个 他要为你蹭这个结 打进去他也要跟你蹭这个结 哇 那就要辅结才了 江东润的这个 韩国规则里 这个结是可以蹭的 对 韩国规则跟中国规则 在打结的过程中 只是有粘结收后 和没有粘结收后的关系 对吗 现在王老师已经一举在点目了 在剪结才 那咱们摆着看行吗 他现在棋谱就到这儿是吧 我现在结才还真有点数不清了 没有没有 还有的 然后他们现在还打了结 267 哇 好顽强啊 连这个结都要撑住 6 8 9 起来变成胜负结了 是啊 你想如果知道 他这一妥协就输了 所以 这个结 什么结他都给打呀 当初小范这个结应该先跟他多打一打 消耗他点结才 小范平时判断太乐观了吧 直接就 跟您判断的一样 最后把他也拾目 他可以先打打结 这个结又不是说 我现在有一点点替小范紧张 我也很紧张 但是结才怎么样 结才现在还挺难讲 其实 结才还挺难讲 不是说肯定就打不赢 看一下啊 现在是 白起找了一个哪个结 前面这个起小范犯的错 我觉得这应该先抠吃掉 这个他被虎住他亏了 他应该抠吃完了以后 连这个挤全都是先手 您看 就是 我就说您那官子 给我们好好地探讨一下 您说这个胜负不在这儿 对我觉得真的胜负不在这儿了 而且我也觉得小范 不应该犯这种错误 现在看来 这个还真的是 应该把这个吃掉 怪不得这盘棋下这么长时间 因为有这个结 咱们再跟他打 我还想早点结束 回去下班了 那就 小范这个结才可 千万一定要赢啊 打吃 然后粘上 突然间风云再起 粘那个吗 看看 粘那个还是粘的那个 粘的143 粘这个 这也是俩结 粘这个的话 有个问题 就是在于 人家这还有一个结 粘这个确实好 等会我可以铺这个 对啊 就到这儿是吧 好像是 那么我们帮他输出结才吧 好吗 现在我提这个 你这边我们数吧 我们也不往上摆了 对 白棋有几个结呢 白棋这儿有 123 4 5 6 白棋有6个结 黑棋有 123 4 5 好像黑棋少一个结 不会吧 不会吧 123 4 5 白棋是123 4 5 6 你数出来了 结材 你有判断清楚了吗 我希望我是错的 你是不是看到结果了 已经 对 我看到结果了 我想着您先别看结果 然后先 好好好 那也好 有时间吧 对啊 先给我们看一看 现在轮到白棋找结 对吧 黑棋刚提嘛 白棋沾 黑棋提 现在轮到白棋找结是吧 白棋这边点一个 123 4 5 6 白棋6个结是肯定的 那么等白棋提过来之后 黑棋 123 3 4 对 现在这个结材已经决定了最后的胜负 所以别看它是小小的一个 这是几目的结材啊 但是影响着这盘棋最终的胜负 那我只能看到五个结 不过我看你笑得挺开心的 你看见我笑吗 你不觉得我在苦笑吗 那就真的是被我言中了是吗 因为我是在想这盘棋 我怎么 这盘棋要书半目真是太远了 就已经都是在觉得小范已经胜利了 这盘棋要书半目真是太远了 不过我现在确实看好像小范差一个结材 是不是 就书半目是吧 这棋 咱们还是把最后的这个棋给大家摆一摆吧 哎呀 实在想不着 太郁闷了 嗯 一想不到的一个结果 那小范这个棋子肯定是受的有问题的 太大意的 那您一直跟我们汇报的十目 然后我们 然后一直也想着十目 已经就和小范四眼 小范对啊 小范在这个地方欠缺了一点 然后这个结没有继续 这个结哪怕在消耗对方一个结材也好 你那撤退的太早了 有点想不通啊 这盘棋 嗯 咱们还是摆吧 他提这个 273是提这个 嗯 然后 他274 他先当那个线 中这个274 275 然后提结 276 277 278 79 280 点这个好奇 哦 这个这个结材还可以点着找 就靠这个点多一个结材啊 830 然后他接上这个了 18 284 284等于239 嗯 285 哎 这个单片结竟然影响胜负了 8 你今天打吃一下 9 90 91 91 93 4 295 就到这儿是吧 所以黑系不走 对 嗯 黑系已经看清了这个后面那些 后面黑系还有最后一个结 是吧 是吧 黑系还有一个结 白系这还有一个结 这还有一个结 啊 黑系这还有一个结 黑系两个结 白系两个结 但是现在是轮到黑系找结 得插一个结材 就插一个结材 嗯 好吧 谁也赶快结束吧 我 哎呦 不知道说什么 是啊 这盘棋 不知道说什么 就像说小贩只开花不结果的一局 啊 确实下的都很好 整盘棋是压制对手的 那么下了关子的时候呢 确实有点缓 就是这个棋 没有没有吃掉 这个不应该犯的错误 实际上 那后来这个结 因为这个结明显是白系在撑嘛 白系在强撑嘛 黑系再跟他就是意志上再坚强一点 再多打两手结 从后来结果看 哪怕多消耗掉对手 一枚解采也可以 那个时候小贩就是 一打吃一挡 就马上就不打了 这个棋是 就是这些心理上的一些东西 是导致局面不停在接近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本来优势很大的 然后小贩呢 这个一开始这个虎这个打吃就下的挺好 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越走呢 这个棋就形势就越接近 其实我们看啊 刚才这个形状 黑系如果先打吃掉的话 白系打吃 黑系接上 是这样的棋 连这个子都跑不出来的 因为因为黑系这个棋是先手 就白系连这个子都跑不出来的 对 这个时候其实影响蛮大 这个棋 包括包括这个棋都肯定是黑棋的先手了 这地方幕术肯定都是撑满的 那后来这个形状就是怎么都下不到是吧 怎么都下不到 是 就感觉好像黑棋有很多种营物吧 太郁闷了 太郁闷了 这个棋真的太郁闷了 嗯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对啊 首先呢 首先我讲棋的水平肯定有问题 就是我判断啊 就太乐观了 我本身下棋的时候就是一个偏乐观的棋手 然后呢 一看自己的形势好 这个棋就 就讲得很快 我以为这个棋很快就结束了 也偏乐观 各方面的点幕的时候 可能就把对手少点两目 把自己多点一目 就这样的 其实旁边十目的棋 你差出个两三目就是很细的了 对啊 像小范这个棋子下的确实过程中 刚才我也发出疑问 小范这个棋棋 这个棋就这么快就撤退了 其实当时还是有很多棋才可以走的 嗯 那么 对这般棋下的 你说你说那时候打大棋的时候 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 黑棋这种冲都完全可以当劫材的 就这边打的劫 这种冲 一边收关子一边都当劫材了 白棋没有那么好的劫 白棋可能就得找这种劫 消耗掉一个劫材就够了 其实 意志上的东西 是啊 行白棋者 半九十 看来就是 这句话应该好 在 在 多大优势的时候 我们都不 不要轻易的去放松 一定要坚持到底 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是的 这番棋我们还需要好好的总结 小范要 小范要好好的总结 就是 小范的意志上的这个坚韧呢 还稍微差了一点 对手在不停的追击 不停的追击 小范这时候给予的还击不够强烈 就是 导致局面越来越接近 当然我的点目也是有问题 这期 没想到 没想到这个棋 后来还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 这个棋 其实从概率上来说挺少见的 是 我想这局过后 小范自己也会深思 会反省吧 好吧 那我们今天这盘棋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